今天要來教大家怎麼分解帝王蟹 步驟一呢 先把帝王蟹的腹部 這個地方 拿下來 步驟二呢 從這裡 跟身體抓住他的腳 小心不要刺到 往前翻 往前翻的時候 然後 就會像這樣 整個翻過來 步驟三呢 拿剪刀 將塞絲的部分剪除 白色這個地方就是塞絲 這些都不要吃喔 應該這邊 這就是塞絲 好 剪除了之後呢 再把帝王蟹翻過來 這時候呢 從中間這個地方 一分為二 一樣抓住的時候 可以先把他的腳抱住 然後 如果折不開 也可以用塞燒 從中間直接切開 這樣就分開了 分開之後呢 分開之後呢 再接下一步 是分解他的腳 分解腳的重點在 一隻腳跟一隻腳的中間 從這裡分開 我們可以拿剪刀 我們可以拿剪刀 順著腹部的紋理 這地方有一個接縫 從這裡剪開 有沒有 他就分開了 很容易就可以 分解下來 你看一隻一隻腳 就像這樣 另外一邊也是重複剛剛的步驟 記得嘴巴這個地方 不要吃把它拿掉 嘴氣的部分 那我再接下一步 我們再來分解腳的部分 腳呢到底要怎麼吃 才吃得到他的蟹管肉呢 那我再接下一步 從這裡最寬的地方 將它剪開 好 再來 直接 把它扳斷就可以了 喔 有沒有看到 一整隻的 這隻地王蟹是手動的 所以可以直接 退冰後就可以吃了 那 這邊的肉呢 這地方的肉 也是一樣 從這裡 從腳的這一段 折開 往外拉 一樣 這一段呢 是比較困難的 一樣我們可以 用剪開的方式 從這裡 關節處最寬的地方 將它剪開 剪開之後呢 從最尾端的這個角 一樣 左右一折 然後往後拉 就開了 這些肉 就可以直接吃了 那丟到火鍋裡面煮湯 也不錯喔 祝大家吃蟹愉快 就在這裡 把肉 看起來 很開心 對 走開 感谢观看